新一集的健康探索號 今天我們有請來另一位專科醫生 和我們一起探討另一個健康問題 不過也和上次我們說過的前列腺癌有些關係 可能有些朋友也有聽過 尤其是注重健康的朋友 有時候我們聽到有些癌症 除了會轉移到不同器官之外 其實骨也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在講這個癌症的骨轉移 今天我們請來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 關永康醫生和我們講一下這個問題 關醫生你好 你好 陳新宜 關醫生其實我們講到癌症的骨轉移 其實前列腺癌是否其中一個 比較多見到會有這個情況出現的 沒錯 前列腺癌是頭三位最常見轉移去骨的腫瘤之一 其他的兩位大家都知道 第一就是肺癌 而女性就是乳腺癌 前列腺癌就是男性腫瘤之中 是其中一個最常見轉移去骨的癌症 明白 我們經常都說 最怕就是當個癌症不是一個原位 不是氣管原位 就是怕它去到其他不同的器官 就比較難搞 或者說病況都是比較嚴重一些 為什麼我們要特意拿出來講這個癌症骨轉移 其實到底癌症骨轉移是怎樣一回事 關醫生 其實如果我們看到一些癌症在骨裡面 其實99%都是我們說計法性的癌 就是那個癌症不在骨裡出來的 不是原發性的 原發性是很少的 原發性是骨水癌才是原發性 如果是計法性 就是顧名思義 它的病造就不在骨裡面 它已經癌細胞從病造 就經著血管轉移去骨那裡 換言之已經是一個抗散性的病 在這個腫瘤來說已經抗散了 其實基本上就不可以根治 但是不可以根治 我們都要尊重它去醫治它 因為它帶來的痛楚和它的併發症 都往往令到這個癌症病人的生活質素很差 所以我們也都要盡力去醫治 有個別的情況下 就算骨轉移 它那個生命的時間都很長 如果我們適當的治療 是除了延長的壽命之外 最重要是它有一個有質素的生命 明白 剛才關醫生提到 其實我們講的前列腺癌 乳癌或者肺癌 就比較容易有骨轉移的情況 其實這個純粹是一個統計上面的數字 還是當中都有些特別的原因 這個都是統計學上的數字來講 但是你說為什麼骨轉移 是一個常見轉移的地方 就有得解釋的 因為當腫瘤脫離病座 它一般是經淋巴或者經血去擴散 而大家所知骨落裡面有一種物質叫骨髓 是專負責製造紅血球 白血球 血小板 所以骨落的血管供應是非常充足 當癌細胞脫離病座的時候 而隨著這個血管去擴散 它很多時候會經血管去骨落停留 血管的供應充足 營養充足 很容易就在骨裡面 它能立到腳了 這些癌細胞 從而再生長 就造成一個計法性的骨轉移的疾病 遇到有這個情況的病人 其實會不會都是晚期的癌症病人居多呢 大部分都是晚期 但是有個別毒性很高的腫瘤 它有時候很早期都會經血管走散 這一類的病人 我們就只是做掃描才發現它有 它就沒有病徵的這一類 我們所謂這個骨轉移 因為其實骨就是我們的骨架 全身都是靠著我們的骨架去支撐 所謂這個癌症的骨轉移 其實是說全身還是局部 還是其實是一個發展性的時間線 通常它能去骨 多數是很多地方都有的 但是在統計學上來講 它通常去一些叫中軸的骨架裡面 就是說我們中間的脊骨和盆骨 就是最常見骨轉移發生的地方 當然其他的那些 譬如臘骨、手手腳腳那些 或者就算頭蓋骨都會有 但是這就比較少見一點 明白 那會不會是譬如說肺羽都是在我們的區幹 我們中部 痴跡性癌症是在我們身體的下部份 那是與否有關係的 不同的癌症 骨的轉移去到哪個位置 我想主要就是看腫瘤侵蝕血的能力 就算腫瘤離開骨很遠 如果它很早就會侵蝕血管 它都有機會造成骨轉移的情況 明白 那我想知道 其實一聽到癌症去到骨轉移的時候 然後一開始 那個症狀有沒有呢 能否察覺得到呢 所謂初期的部分是怎樣的 很早期當然可能沒有症狀 但是如果你說 如果有一個症狀 令到我們去找有沒有骨轉移 一定是痛 為什麼會痛呢 其實骨落本身不是一個死固固的物質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骨就是一塊骨 但是其實它不停會生層代謝 簡單來講 它有兩種細胞 一種是造骨細胞 一種叫破骨細胞 一個正常骨落 這兩個細胞是平衡的 即是它會將舊的骨落吞細了 造骨細胞就生了一些新的骨落 當癌細胞走到骨落裡面 這個平衡就失去了 它那個破骨細胞特別活躍 造骨細胞就壓抑了 造成骨落破壞了 骨落破壞了就會形成它會痛壓第一件事 當然如果它痛久了 我們都不理它了 更加發展下去 另外那件事就會有骨折的情況 當骨折情況發生了就會很嚴重 很嚴重的影響病人的生活質素 在某些地方 如果那個癌性越來越大 它可能會壓抑了骨裡面的中樞神經 這個也是很嚴重的 有機會在那個脊骨那裡 影響了我們大小便失禁 或者我們下肢無力 另外一樣就是當我們身體裡面的骨 嚴重破壞了 你知道骨裡面有很多鈣質在裡面 破壞了那些鈣質在骨頭就會放在血裡 那形成血裡面的血鈣就會高 那血鈣高就可能會引致到它作悶 它嘔吐 嚴重的臣子不清 小便很頻密 或者心臟的機能受損 那這些都是如果我們的癌症骨轉移 如果我們遲些發現的時候 就很多時候這些病發症都挺嚴重的 嗯 明白 那剛才提到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骨轉移呢 就一開始最容易去偵察到 或者病人感覺到就是那個骨痛 那但是作為癌症病人 那我相信他們都真的心裡膠水 有很多不同的症狀在他身體裡 那還有都要同時間地接受治療 那不同的治療可能都會 就是帶給他們不同的感覺 那這個骨痛 容易被忽略嗎 還是其實它是很鮮明的 如果你有骨痛 會容易知道那個痛是怎樣的 那當然呢 如果當一個病人已經知道有癌症 他發覺痛的時候 一般他都會自己覺得 早點要再找回他的腫瘤科醫生看 那但是當有時候 骨轉移是一個癌症的前期的徵兆 那個病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了癌症 那個癌症已經擴散了他的骨 那有時候呢 就比較難察覺了 尤其是上了年紀那些 啊 骨痛啊 不會是退化啊 關節炎啊 那些那樣 但是有兩個情況呢 大家要留意了 第一就是 當那個骨痛是持續的 不會說一天好些一天差些 就是一直都是痛的 或者是越來越差的 那就要留意了 第二樣呢 骨痛在晚上的 當你睡在床上的時候 那個感覺更加強烈的 那這些就是 像癌症骨轉移的那些骨痛了 就是說如果我動一下 做運動啊 就沒那麼痛的 啊 昨天很痛 我睡一覺 第二天就沒那麼痛的 那就可能是一些 老人家啊 關節發炎其他的問題 是 但是當然啦 大家如果有懷疑的 都其實最好 盡早去找醫生去看看 去檢查一下有沒有什麼事了 嗯 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 就是我們說分辨的方法 因為都是的 就是聽到身邊的老人家 有時候就說 哎不要看醫生了 因為就是痛一下不痛一下 就是平時那些退化 或者骨骼的問題啊 但是 如果是講癌症骨轉移呢 就是持續性的 是 晚上睡的時候 都仍然會痛 甚至乎更加痛的 是 那這個大家要留意 真的有這樣的懷疑 那其實找專科醫生去看的時候 可以做些什麼的診斷 而確定到 究竟這個是不是屬於 一個癌症的骨轉移呢 夏冠醫生 那當然我們從簡單開始啦 當然 如果那個病 骨痛 如果是可以 告訴我們 真是哪一個地方痛呢 那我們一般來說 可以普通照一張X肝看一看 嗯 如果是很嚴重 那個骨受損害的話呢 就這樣一張X肝 有時候都可以 診斷到是 但是如果當骨的破壞 不是很緊要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要靠我們做一些掃描 那如果掃描來講 如果我們大範圍想看 它有多少地方有還是沒有呢 那我們一般來說 會做一個叫做靜電子掃描 全身的骨 一次過看完 還有我們其他內臟 一次過都看完 就是如果我們的原髮造 不知道哪裡的時候呢 那就其實一石二鳥了 那我們又看骨的情況 又看完原髮造的情況 但是如果我們想 在破壞的地方看得仔細些 舉例我們看它會不會傷害到神經啊 或者那個病人 需不需要做手術啊 它這個骨折的情況大不大呢 那我們就可能要做一種 叫做磁力共振的掃描 因為這個磁力共振的掃描呢 是看骨的破壞 還有那個轉移了那個病造 就是看這個病造 會不會壓到神經呢 就比起靜電子掃描呢 就準確很多的 所以現在現今來說呢 我們都會依賴這兩種掃描 去告訴我們那個骨轉移的情況 和某一個地方那個嚴重程度多少呢 都是用這兩種掃描去看的 那當我們知道診斷了 真的發現有骨轉移的情況了 那希望可以找一個治療的方法 其實是看它究竟在哪個期數 就是初期中期還是比較嚴重 還是看它在哪個位置去選擇治療方案 其實兩樣都要看的 那當然呢 最簡單直接的先呢 就是通常病人都會痛先的 我跟他說 就是很少說完全沒有感覺去照顧 那痛方面呢 就因為很嚴重的 影響病人的生活質素 那當然除了止痛藥之外呢 那我們現在有一些很好的藥呢 去控制骨的破壞 我上一節都講過呢 當那些鈕走了去那個骨那裡 它就刺激那個破骨細胞 過度活躍去破壞那個骨 那如果我們知道這個情況 我們如果有些藥呢 是在前眼阻截了它再去破壞骨的時候呢 那我們直接上呢 全身轉移了那些骨呢 都慢慢的會好回來 會減輕那個痛先 那這個是最直接最常見 我們不要管病災在哪裏 這種藥物治療都有用的 那一般來說這種藥物呢 有分兩大類的 一種叫傷環倫酸 另外一種呢 就是一種抗體的藥物 那這兩種藥物 用了在身體裏面呢 都會停了我們破骨細胞的回弱程度 讓它不要再破壞骨 是 那就讓它做骨細胞 盡量做一些好的骨 那它會止痛 還有會防止那個骨的破壞 而造成的一個後遺症 明白 那當然做了這個最基本 我們也都不用考究那個樓的 什麼種類之後呢 那我們就會做一些比較 一些針對那個樓的治療 那當然如果我們找到那個樓 是什麼種類的樓 而那個樓是有一些很快脆 而很容易控制到的方法 是 就會用那些 舉個例子 譬如一些小細胞肺癌 或者一些淋巴樓 它對藥物很有敏感的 那我們可以第一時間 馬上幫它做化療 控制到 那就沒有不同了 明白 或者有一些樓 我們都沒有什麼辦法 藥物化療 其他藥都控制不到的 那我們就要選擇一些局部的治療 去防止再破壞 這些局部治療 最有效的就是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 我們直接對準那個骨 破壞了那個地方 是 用一些高能量的X缸去殺死那些壞細胞 我們所謂的破骨細胞和做骨細胞 它們就自然去到平衡了 去到平衡了 那些癌細胞死了 我們正常破骨細胞 做骨細胞 去做這個平衡的時候 它就會做一些新的骨出來 那就會有止痛 又不會有骨裂 骨折的情況出現 或者血概過高 那些都可以避免到 明白 那如果像你剛才提到 這些併發症 血概過高 或者一些神經性的後遺症 影響到神經線 那這些又需不需要同步去處理它呢 如果可以做比較嚴重 要啊 如果我們看到 照內張磁尼共振 發覺那個瘤都快壓到中樞神經的時候 那我們都會 就算我病人沒什麼痛 都會做一些放射治療的 或者如果有些瘤對放射治療 不是很敏感的時候 或者我們甚至上叫骨科醫生 就將那個骨脊裡面的位置 放鬆它 讓它不要壓著神經線 那就減少它造成這個 下肢不懂得動 或者大小便失禁的問題 啊 明白 那或者有些情況 譬如在收收腳腳 我們照張X缸 已經發現穿了個大洞 給一些扭食道 它快要走 如果我們一走 就會有骨折的情況 那我們會打一些釘下去 就鞏固那個骨 就減少骨折的情況 明白 這些都是外科會幫我們搜的情況 我們來不來都需要做的 明白 我們剛才提到針對這個癌症骨轉移的方法 無論是藥物 放射治療 甚至乎一些外科的方法 跟本身那位病者 他的原發癌症 是可以同步進行 還是會不會有雙衝突的地方 應該就沒有雙衝突 一般來說 如果病人的情況許可 他年紀不是太老 他本身的情況也不是太差 沒有什麼其他內科的疾病 一般我們都是相線一起進行的 明白 我們對於這個癌症骨轉移 了解多了很多的同時 都很想請教下關醫生 在你的診症的經驗裡面 會不會都有個個案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是關於這個題目的 可以提一下大家 有一個個案我都很深刻的 這個病人我都看了 都接近十年了 我出來做私家 沒多久見他 他是一個都比較年輕的 女性的病人 他最初我看他 其實是一個骨科醫生轉教 我看他 他是因為背脊痛 而令到他兩隻腳不能動 是的 小便都有一些失禁 後來進到醫院 做一些檢查 發覺他這個腰椎 其中有兩塊被那些 壞細胞破壞了 壓住了中樞神經 然後就發覺了乳房 在那裏有一個扭 轉轉 經過科醫生的檢查 就證實了第四期的乳腺癌 去了那個骨 那裏 他當時就做了一些手術 去希望鬆一鬆那個骨 讓他不要壓著神經 但他效果其實都不是太好 術後之後 我就幫他做了一些放射治療 是 然後驗到他的乳腺癌 幸好他是一個叫導管A型的乳癌 他對於賀爾蒙是非常敏感 之後因為擴散了 他的乳房都沒有做到手術 我這麼說 他因為痛 他每個月就打了那些 傷患酸炎的藥去止痛 接著就用了賀爾蒙治療 加上剛剛出的標靶治療 一些CDK46的抑制劑一起做 那個效果就真的非常理想 差不多用了一隻藥 兩三個月 那些痛就慢慢好 就下次開始活動回來 是的 小便後都可以拔起來 我想他住院住了差不多三四個月左右 後來就可以出院 走回出院 他進來的時候就坐輪椅 後來走回出院 那時候的乳癌 都未完全控制得到 他出院的時候 如是者 其實他吃這個賀爾蒙藥和標靶藥 吃了一年 吃了一年之後 我再做靜電子掃描 發覺身體裡面的乳癌細胞完全沒有了 完全沒有了 之後他都有點害怕 完全沒有了 他都選擇乳防做這個手術 如是者就一路 其實吃著那個賀爾蒙 加上那個CDK46的抑制劑 就打著我們剛才所講的那些叫骨針 傷環倫酸 當然那個傷環倫酸慢慢越打就越疏 最初一個月一針 直到現在 差不多有十年了 你都不相信他最近 這一年 還可以坐飛機送兒子去美國開學 即生活回來了 回來了 他都是我差不多一個最長的 第四期的乳腺癌的生存者 他最近還做一個靜電子掃描 他全身都沒有了 是是是 生活失數非常之好 是的 這個來講都是最成功的一個個案 我們要為這個抗癌戰士加油之餘 我相信大家 在這一集裡面 對於這個 我們講的癌症的骨轉移 了解多了一個同事 我相信好像光醫生剛才講的例子 很重要的是我們要聽我們身體說話 有時因為剛才也跟我說過 他正直盛年 就是因為骨痛了一段時間 但是沒有去理他 可能因為忙於工作 但是有時真的 身體會給我們一些指示 會讓我們知道 有些問題 我們要正視 希望大家都藉著這個個案 可以記得到 提醒得到你 今天我們時間關係了 希望有機會再可以請教關醫生多一些 但這個時候 要先多謝西澤瓜銘康醫生 麻煩你 好,謝謝Sami